1942年6月4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半年后 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海战 中途岛海战 日本喧嚣一时的赤城号 加赫号 苍龙号 飞龙号军在此役中沉没 这场海战直接把日本从顶峰拉至低谱 也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中途岛为何如此重要 中途岛海战有着多少鲜为人之的 的秘密 飞龙号在这次转折性的海战中 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中途岛是一座五平方公里的小岛 距离美国西海岸五千公里 距离日本四千五百公里 位于日本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中间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把这个岛看作太平洋上的一个跳板 如果在中途岛上修建机场 它就是一艘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美国可以直接在这座岛上 派出飞机对日本发起轰炸 而日本的想法和美国一样 企图占领中途岛后攻击美国的西海岸 从日本到中途岛要经过国际日期变更线 从西往东越过变更线 日期会减一天 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 在中途岛海战以前 基本上都被日本占领了 包括河属东印度群岛 菲律宾 关岛 塞班岛 硫磺岛 1968年被日本收复 二战时是美国重要的机场 必29战机都能在此起降 以及太平洋的一些岛屿 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一心要把中途岛夺下 志在必得 日本发动中途岛海战的主要战略目的之一 是山本56希望通过此战右肩 美国的航空母舰 美国的航空母舰 一直是日本的一大新病 山本56计划通过攻打中途岛 实施围点打员的战术 在美国对中途岛的支援过程中 它希望能够歼灭对方的航空母舰 山本56对中途岛海战抱有必胜的决心 自从偷袭珍珠港之后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损失惨重 战略舰全军覆没 只剩下巡洋舰 驱逐舰等舰种 而航空母舰仅剩企业号 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 特别是约克城号 在山湖海海战时 还受了重伤 相对而言 日本此时正处于军事实力的巅峰 偷袭珍珠港时 日本拥有六艘航空母舰参战 转战印度洋期间 又有六艘航空母舰参战 这一时期 日本不仅击沉了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舰艇 还几乎全舰了英国的远东舰队 连排水量四万吨的 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也被击沉 竞技神号航空母舰 同样遭到机会 日本海军的战斗力 在当时可谓所向披靡 势不可挡 山本五十六 想要通过中途岛海战 彻底扫除战场 认为这是最后一战 之后太平洋上 将再也看不到美国的身影 为此 它调动了200多艘舰艇 和500多架飞机 动用了日本海军 90%以上的兵力 山本五十六 组织了四支主要部队 准备全力以赴 迎接这场决定性的战斗 第一支是阳攻部队 主要是北方部队 由第五舰队司令官 细宣物子郎海军中将率领 配备的是一些较差的航空母舰 如龙香号和隋银号 这两艘都是护航航母 还有弱攻号 用来运在水上飞机 这支部队本来负责 在阿流深群岛一带阳攻 但结果细宣物子郎 居然在阿流深群岛 真的和美国接上了火 还在美国阿拉斯加登陆了 这让山本五十六非常气恼 第二支是中途岛登陆部队 负责在中途岛进行登陆 夺取制空权 制海权 摧毁中途岛的防空目标 由第二舰队司令官 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率领 1942年4月 近藤信竹在印度洋率领 以赤城号 苍龙号 飞龙号为主的航空母舰 击沉了竞技神号航空母舰 基本消灭了英国远东舰队 这次行动给近藤的部队 配备了瑞凤号 千岁号和 神船王号航空母舰 当时日本的航空母舰 有十几艘 总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舰队航母 另一类是护航航母 近藤信竹部队 这次配备的航母 主要是护航航母 除瑞凤号实力上可外 其他几艘性能都不太高 排水量只有一半吨左右 第三支是增援部队 主要由七艘战力舰构成 凤翔号也被编入这支部队 由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武十六大将亲自率领 在离中途岛 两千多公里的后方待命 这支部队的主要作用是 等主攻部队打得差不多后 把敌方舰队击沉 扩大战果 第四支 也是最主要的一支 是海上机动编队 负责主攻方向 海上机动编队的总指挥 是第一航空舰队司令 南云中一中将 南云中一不善指挥 也不善战 基本上指挥一场战役 就败一场 经常犯一些低级错误 但不知出于何故 山本五十六却很重用他 南云中一手下 有很多水准很高的将领 但山本五十六 总是任命他指挥作战 印度洋作战 中途到海战 偷袭珍珠港 都是他领军的 南云中一的舰队 叫第一航空舰队 这支舰队专门针对航空母舰 南云中一又把手下 四艘航空母舰 分为两个航母战队 他亲率的第一航母战队 由赤城号 加赫号组成 第二航母战队 由山口多文率领 由苍龙号和飞龙号组成 中途岛海战 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战役 视频前面提到 赤城号 加赫号 苍龙号 飞龙号这四艘航空母舰 都在这次战役中沉没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整个作战过程 分为四回合 第一回合 双方对攻 在这一回合中 日本稍微占了点便宜 1942年6月4日 南云中一派出7架侦察机 对中途岛及周边 50万平方公里进行侦察 目的是确保 双方交战的范围内 没有美国的航空母舰 凌晨4点30分 赤城号 加赫号 苍龙号 飞龙号四艘航空母舰 起飞了108架飞机 从西北方向飞往中途岛 实施战略突袭 对中途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日本在这次突袭中 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但美国迅速做出了反应 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日本舰队的位置 并将情报传回美国舰队 美国海军立即派出飞机 对日本舰队进行反击 在这个回合中 尽管日本在初期占据了一些优势 但美国的反击 也对日本舰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第二回合 是空中攻击部队的总指挥官 游泳战士大卫 带领四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进行作战 尽管凌晨四点多的第一波攻击 对中途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但很多机场 港口 码头等基础设施 并没有被彻底摧毁 因此游泳战士申请进行第二次攻击 意图在摧毁这些设施后 再登陆中途岛 以消灭岛上主要活力点 南云中医对游泳战士的请示非常重视 与参谋人员商量后 下达命令支持游泳战士 对中途岛进行第二轮攻击 他命令让鱼雷机全都卸下鱼雷 换装炸弹 南云中医认为对地面打击时 不能用鱼雷 因为鱼雷无法炸毁机场 所以决定进行换装 然而 这个过程至少要耗费一小时 甚至可能需要两小时 在此期间 派出去的七架侦察机 分别在七个方向 对中途岛及周边50万平方公里进行侦察 其中一架侦察机 因为弹射器故障 退遲了30分钟起飞 因此 他到达任务区巡逻的时间 也顺延了半个小时 当他到达任务区后 飞行员发回报告称 在距中途岛400公里处 发现10艘美国舰艇 南云中医的参谋 接到报告后 立刻向他汇报 南云中医大吃一惊 命令继续侦察 结果 侦察员回复确认 侦察到的是美国航母 对于日本来说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 如果被美国舰队发现 美军肯定会第一时间 发动舰载机进行攻击 此时 日本舰上的飞机 正在卸下鱼雷 换装炸弹 南云中医赶紧下令 停止把鱼雷换成炸弹 并要求把已经换好的炸弹 重新换回鱼雷 这一过程 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导致机库里 到处都是加满油的飞机 卸下来的炸弹 和换装的鱼雷 而机库隔壁 是容积50万公升的航空汽油库 场面极其混乱 这种混乱和延误为 接下来的战斗 埋下了隐患 使得日本舰队 在关键时刻 处于被动局面 第三回合 日本的三艘航空母舰被击沉 南云中医 在舰上下令更换鱼雷后 调整了四艘航空母舰的队型 飞龙号 苍龙号 赤城号 加和号排成菱形 飞龙号在前 苍龙号在左翼 赤城号在右翼 加和号电后 舰队转向攻击队型之后 得逆风而行 因为舰载机顶风起飞 能借助风力拖起 所以舰队顺着西风 往西北方向航行 寻找西风 在航行过程中 美国的飞机 包括企业号航空母舰 和中途岛上起飞的战机来袭 日本的航母 派出零式战机防空 掩护其他攻击机起飞作战 两轮作战之后 零式战机的燃油 消耗殆尽 需要降落 但航母甲板上 堆满了炸弹和鱼雷 很多满油满蛋的飞机还未起飞 由于原本装的是炸弹 现在要打航母 必须换鱼雷 这造成了要起飞的飞机 无法起飞 要降落的飞机 无法降落的局面 防空的零式战机 原本在五六千米上空警戒 但前几轮美国飞机 在低空攻击日本航母 零式战机被吸引到 两千米到三千米的 低空高度开战 等于高空没有飞机警戒 这时美国飞机 隐蔽在三千米以上 接近日本的航空母舰 到了早上7点23分 企业号航母起飞的 33架轰炸机分四组 从左后方接近敌方 当时日本航母方面 嘉赫号电后 挨着嘉赫号的是赤城号 赤城号被一枚 450公斤的炸弹命中 炸弹从前面的升降机 直接贯穿到机库 引爆了里面的飞机 炸弹 鱼雷 油库 接着发生了二次爆炸 导致270人被烧死 南云中医当时 在赤城号上 直接用软梯 转移到常良号巡洋舰 嘉赫号被四枚 450公斤的炸弹命中 舰桥被炸断后 几秒内 舰上的指挥官全军覆没 一分钟后 操弄号也中了 四枚450公斤的炸弹 前后加起来 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 日本三艘航空母舰 基本上就报废了 这一系列的打击 使得日本海军 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几乎一瞬间 三艘重要的航空母舰被击沉 使得日本的制空拳和制海拳 受到严重削弱 第四回合 飞龙号在兄弟舰沉没后 发起绝地反击 上午10点40分 在山口多文的指挥下 飞龙号展开了第一轮反击 向约克城号 投下三枚250公斤的炸弹 导致约克城号起火 并失去动力 下午1点40分 游泳仗士 带领飞龙号仅剩的十几架飞机 装上鱼雷 再次袭击约克城号 结果再次命中约克城号 游泳仗士在中途岛海战中 被临时委认为飞龙号的飞行队长 统领四艘航母的 36架俯冲轰炸机 36架水平轰炸机 和36架灵式战机 日方三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之后 游泳仗士的轰炸机 因长时间作战 而受损漏油 他坚持参战 尽管战友们告诫他 飞机油箱没有 最终飞机被击落 击毁人亡 下午三点 约克城号的舰载机 起飞反攻飞龙号 因为飞龙号对约克城号 发起了两轮空袭 约克城号面临沉默 所以他的舰载机必须起飞 就算不反击飞龙号 也得转移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 约克城号的舰载机起飞后 寻找飞龙号 飞龙号的队员 从凌晨作战 持续到下午将近傍晚 十多个小时没吃饭 飞行员都饿得不行了 他们在两轮攻击后 以为约克城号被击沉 空中威胁解除 于是放心地吃晚饭 不料 约克城号的舰载机 飞到他们头顶 投下四枚450公斤的炸弹 命中飞龙号 第二战队司令山口多文少将 和加莱指南舰长 与飞龙号共沉 南云中医看到战争结果后 想自杀 但未遂 中途岛海战中 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被击沉 之后 日本政府对海战结果严格保密 过了三个多月 才对外宣布 这是350年来 日本海军的第一次败仗 此后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力量对比 逐渐下滑